我們在這個影片看到他們原本幸福美好生活 然後被判軍影響 然後就要搬出他們的家 然後他們利用全國傳統歌舞大賽機會 找到他們失去的童年 然後用音樂忘記他們當時的不開心 然後第二個這個紀錄片是要告訴我們 四人孩童受虐待還要被剝削情形 然後希望我們可以找出一些對策的發改變 然後第三個 聽了他們的過去 然後他們了解現實之後無奈的妥協 誰知道什麼叫失望 然後我們卻被多元的選擇了煩惱 讓我們背後有生命政府在不能到的判軍控制下 所以我覺得我們應該要珍惜 我們現在不管好事還是壞事都要珍惜 然後我不敢打架 謝謝